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叫做Parasourcial 是吉拉斯阿朵最新的日本恐怖游戏 Parasourcial是一个专有名词 意思是说呢 你看着电视或者说你看着实况 你因为长久观看这个节目 就对于这个实况主或者是这个电视的主持人 开始产生移情作用 觉得我好像认识他 我好像跟他有了深厚的感情 然后我们今天要在这个游戏里面 扮演一个VTuber 他在实况的过程中不小心泄漏了个子 导致被跟踪狂骚扰 七点半网络直播 来拿无敌猩猩抽小卡 无光感谢100导臉啊谢谢你 我刚忍不住笑出来的是因为这不就是我吗 深色衣有时候就是很困 但是等一下要直播了我就会先订个闹钟 睡个半小时一小时 闹钟要直播了赶快起来这样 这不就是我吗 等一下 Enter是 做好了马铃薯炖热放在冰箱里了 锐热之后拿来吃吧 订阅超过五千了 你还在玩那种东西哦 都已经不小了 要好好赚钱工作才行啊 嗯 Gina's Coffee 在那边给我置物行销 李奇叶 我们重新开始吧 这个李奇叶怎么听起来这么像中国人的名字 已经被封锁了 应该是前男友 吃明日香做的马铃薯炖肉 冷掉的马铃薯炖肉 好 什么事 老婆感谢白小吉脸哦 怎么这么大声 怎么聊天室找我什么事 嗯 我吃完了哦 吃这么快 直播 这个我该不会要按照它的顺序一一来吧 使用 V2Me V2Me 请启动V2Me 哦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千罗仁耐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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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款红色斗篷吗 把两张纸拿过去 希望可以顺利通关 天啊 在 在游戏里面玩游戏 在直播里面直播直播的游戏 不是 这游戏根本就不科学 拜托 他的 他的观众有将近一千人 怎么可能订阅还没有一万 诶 哪里过来 上面写什么 坏逃 糟了 诶 不能开诶 不要玩这个垃圾游戏了 改玩独神2啦 玩什么垃圾游戏 在游戏里面玩游戏 在Furgy里面玩Furgy 嗯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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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存档功能真的太难啦 这游戏不适合我 别担心 这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游戏不适合全世界九成的人 有没有其他推荐呢 只为千罗忍耐而设计的恐怖游戏 还少一个字 游戏内容会随着每次直播逐步追加 再试图 要这样子就打开吗 他不会觉得怪怪的 就是怎么会人家随便给你一个连结 就打开 雨完成安装 诶 这不是 诶 这个场景是 你覺得這場景很眼熟啊 喔 很隱秘耶 3 好的 5734 是哪一個觀眾做這遊戲啊 變掉他 57 5 7 3 4 OK 終於 垃圾遊戲 什麼爛東西 欸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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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聊天室一直在說看到臉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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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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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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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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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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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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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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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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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垃圾场是这里吗 吓我一跳 警察为什么在做这种事 我只是在做志工而已 派出所就在附近 我只是顺便解垃圾 蛤 那带垃圾是 今天是丢垃圾的日子啊 你是这间公寓的访客啊 你是一个人住吗 你也问太多问题了吧 为什么 超愧疑为什么要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 他们这次居然不能跑步 是不是故意的 以前有不能跑步吗 为什么这么矮 这一棟感觉是高级大楼耶 这棟感觉是高级大楼耶 明日香 我快到了 我会直接到了玄关哦 在家里等我 访生人 这里是怎样 这里是怎样 这里在装潢吗 等明日香到家 我到了 阿斯卡酱 我看了 不是住一起啊 我想说明日香不是帮我们准备晚餐吗 我以为这是室友 你没事吧 没有睡好吗 气色很差哦 这不是那个吗 这不是星巴克夜班的 那家餐厅吗 有人说柜台后面那个马尾妹子就是星巴克夜班那款游戏的主角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啦 因为没有露脸 可以为你点餐吗 一边逛逛一边等我吧 为什么我们这么爱啊 避电世界 就是这里 偷吃别人的蛋糕 我居然直接大大大地站在别人面前偷听他们讲话 居然直接站在这里偷听别人讲话 占姆斯 那是你的朋友吗 每当有什么事情发生之前味道都会变得不通 今天咖啡味道也怪怪的 我觉得坐在那边的人很可疑 那个 右边有一个男的 就算日本是个安心的让人放心的国家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 我们知道日本都有很多变态 右坐 要去取餐了 听说他刚刚讲的那个八座先生 八座先生就是 闭电事件里面那个侦探 你说你在直播中不小心露脸了 VP在不知不觉中调了 当VTuber是要一直开着镜头的吗 那个VP需要你一直开着视讯他才能运作吗 那不是很危险吗 刚好晚安哦 是不是被害了 你记得昨天直播当中做了什么吗 要哦 天啊当VTuber太危险了 好可怕哦 只需要开动作感应就好吧 要因为要脸部表情不弱 一晚安 好危险哦 玩了观众发来的游戏 一定就是他 就算是观众也都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 对啊像我们聊天室都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五十岁 都会唱红鞋女孩 不可以打开这种人发来的档案啦 不要再玩那个游戏了 怎么说话吞吞吐吐吐有什么事吗 真的有人发生掉皮世界啊 直播结束之后收到奇怪的讯息 叫我继续直播他送来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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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你怎么知道游戏没有问题 不是应该要报警吗 我觉得应该要 不是我觉得应该要 暂停直播报警 甚至是搬家耶 怎么会继续直播呢 就算点曝光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不是这样讲 不是这样讲的吧 而且你家是用自动锁 最好不要想太多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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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故意要让主角智商下线吗 我们上次玩那个日本免费恐怖游戏 主角智商不就非常的 非常的秤值 我们上次玩那个借降游那个游戏 主角一遇到事情 马上就举交搬家了耶 这怎么会是 蛤 纯粹就是合不来 这样 哪 那人在干嘛 后面 后面 这人在拍我们耶 明镜像是神经断掉吗 收到这里就可以了吗 不行不行 这神经太大条了 嗯 怎么看起来这么可怕 这感觉 诶 这不是范泽先生吗 他不是柯南的范泽先生 他不是柯南的范泽先生 很早上 哪里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暂时不敢住家里了 超可怕的 又要直播了 你还敢直播 你还敢直播 不是吧 危险 危险 哪里 警察是敌人 神秘发 观众发来的游戏 要去帮助女生 不被警察抓到 他人数会不会跳太快 他居然有三千多人来看 这超级大态吧 他居然就这样直接玩 昨天那个观众发的游戏 嗯 那警察 警察怎么是 诶 是说 一定要继续玩下去吗 这个游戏这么垃圾 如果直接Game Over 会怎样 直接Game Over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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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語音 好詭異 他現在跟著我們是不是 我們真的很像 被跟欸 超級詭異的 要等他進去嗎 OK 垃圾遊戲 跟上次比遊戲性變得更強 蠻有趣的 你不要再講客套話了 他的直播只有10分鐘欸 What 他每次直播只有10分鐘嗎 累死我了去泡個澡吧 你也才直播10分鐘在那邊累死我了 喔 什麼 日本放熱水是要按這個喔 哇 太神奇了 什麼高級大樓啊 哇 哇 才40度太低溫了吧 好先進啊 等一下是什麼聲音啊 為什麼這個門是透明的 為什麼這個門是透明的 你不覺得這樣有點奇怪嗎 欸 門打開 趕快起來啊 欸我可以從這裡開關門喔 這麼厲害 我要怎麼起來啊 我要怎麼起來啊 趕快起來 不是你沒有要起來嗎 你沒有要起來是不是 What 蛤 他沒有看到剛剛 有人開門嗎 居然跟沒事一樣 都給我洗衣服了 因為他害怕睡不好 只問是靈異現象吧 什麼 什麼 嗯 我是公寓的管理員工本 如果您在入住期間遇到任何狀況 請隨時聯絡我 管理員會這樣子嗎 管理員 這真的是管理員嗎 這真的是管理員嗎 管理員會這樣塞傳單嗎 這是變態吧 你們覺得要打嗎 不要打給他好了 感覺蠻怪的 怪人 管理員 有什麼公告不是都貼在公布欄嗎 貼在電梯嗎 怎麼會 塞在 門縫下 住戶這麼多人 誰會有空這樣挨家挨戶去塞 不會塞傳單 這什麼超商 今天不露臉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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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垃圾遊戲 你還要再繼續玩這個垃圾遊戲 你還要再繼續玩這個垃圾遊戲 你為什麼還要再繼續玩這個垃圾遊戲啊 而且你每天的直播只有10分鐘 他每天工作時間好短喔只有10分鐘耶 為什麼有空間在地上 摸東西 對啊 Wu ha it Wu ha it 我有點了嗎 所以剛剛那次算有點還是沒有點 嗯 不是啊剛剛那個門不是有一束花嗎為什麼不見了 太近了吧大大 Wu ha it 是 不能請外送員把東西放門口就好了嗎 嗯 你是那個露了臉的V吧 What 請問我的餐點呢 不扣上防盜店就開門很危險喔 不是 為什麼你取餐還要出來取餐 不能請他放門口就走嗎 明明就可以這樣 蛤所以他沒有拿餐給我嗎 這怎樣 他過來然後沒有拿餐給我 結果我還是要去超商 What 超級奇怪的 誰啊戴著帽子在這裡 嗯 你是仁依奈小姐吧 我是公本 這間公寓的管理人 是我冒昧請問仁依奈是一個人住嗎 可以這樣劈頭就問一下是不是一個人住嗎 女性一個人住很危險喔 還問到男朋友 還問到男朋友 不是你問太多了 這問太多了吧 超怪的 但主角也很怪 他居然還想繼續玩那個奇怪的遊戲 然後還繼續直播 然後都沒有想說他 都沒有想說他搬家或是暫時都在別的地方 然後先暫停直播 而且每次直播只有十分鐘 直播十分鐘就說 今天好累喔肚子餓了 比我還公務員勒 我至少也工作兩小時吧 今天工作十分鐘累了 還不能跑步 他是不是故意的 不給跑步欸 刻意要拉長我們的時數喔 薪水小偷 喔 要等紅綠燈是不是 欸 幹什麼啊 嚇死人了 我只是來買晚飯的 只買晚飯 What 然後走進超商之後 走得變得更加更加的慢了 好高 隨便買吧 隨便買一買就結帳 隨便吃一吃就好 還逼我要買酒 你買了這麼多喔 你買了這麼多喔 oh my god N2E XSS 感謝追隨的手following 你是要買多少 四罐喔 四個 這是人類嗎 好想吃冰 我要怎麼結帳 直接出去好了 欸 那個人 那個人怎麼在這裡 你也買太多了吧 買那麼多 買那麼多 你也買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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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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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吃 好了 一口 嗯 嗯 哪裡 李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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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逃 不要逃 我重要的話要說 你封鎖我的事吧 你朋友在做什麼可疑的事 哎唷 超商店員 蠻有正義感的喔 嗯 哎唷 超商店員不錯喔 超商店員跑來制止了 不錯喔 為什麼我手機這樣 為什麼我手機這樣 算了不要理他 走 那個人 哼 欸這樣現在變成是我們在逼退他欸 你看 這個就叫做 反反反跟蹤 嗯 欸他走在馬路上 欸這樣不會被車撞嗎 欸我要走哪裡 不是 這已經不叫跟蹤了吧 我整個直接面對他欸 這還叫跟蹤嗎 哪有人跟蹤直接這樣子的 欸 欸這樣 直接找到拍出所嗎 難得是嘎嘞 很痰 嘿嘿嘿 蛤 蛤? 我現在震驚到說不出話來 剛剛那是哪招 蛤? What? 蛤? 蛤? 看都沒有 他剛剛直接衝破電梯耶 電梯怎麼沒有把他夾死 嗯?什麼聲音? 我被追著跑 好可怕 跟那傢伙知道地址了 好的 對 到家了嗎?有好鎖門嗎? 因為是這種鎖追有上鎖是不是報警比較好 怎麼都該報警啦 為什麼不要報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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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沒有跟騷法就是這麼麻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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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继续封锁啊 开什么玩笑 继续封锁 管理员 你最近有错到跟踪狂骚扰吗 今天来巡视看到有个可疑的人 等一下 直接在旁边散步的地方拍照 请问你真的是这位女士吗 明日香 怎么办不可能 所以是明日香哦 不是 不是 你跟明日香的友情到底是 不是 这里在游戏的一切都很奇怪啊 明日香是你朋友耶 然后其他人都是陌生人哦 那个自称是管理员的人也只是他自己自称是管理员 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是管理员 而且管理员在旁边拍那种照片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管理员怎么有他的手机号码 然后他居然就被管理员塞朗个两句 就封锁明日香的一切都很奇怪 你也不跟明日香讲一下 问他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太不合理了吧 友谊的小传说翻就翻 因为跟过人聊天的女生背影像明日香 对啊他脸也没有转过来搞不好也不是明日香啊 这游戏有正常人吗我不确定 太太奇怪了怎么会这样 这正常人不会这样做事吧 A82感谢追随DesoFollowing 有一种杂音 连好友都放弃你 你现在是在 无论做到哪里 都只有一片孤独 都只有一片孤独 跟我一样 我就像这样一个人在黑暗的地方 你是在 不会有任何人来拯救我 你是在 你是在内心是什么啦 什么啦 What 蛤 我现在觉得内心十分的冲击 不是因为剧情太震撼 不是因为剧情太震撼而冲击 而是里面每个人都智商下线而感到冲击 是怎样 怎么有怪声 敲门声 而且为什么没有报警的选项啊 你都已经 你都已经封锁明日香了 那你可以报警吧 超恶心的 超恶 居然没有把窗帘拉上的选项 什么时候可以报警啊 门打不开 门打不开 怎么会这样 门打不开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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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动作太快了吧 没有办法蹲下 我了解你也意思了 这个潜行暗杀游戏真难玩 捅死他了吗 啊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总开可以报警了吧 杀人杀完人之后面不改色慢慢走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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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appened 只是噩梦吗 吓死了 想说是叻 他居然把明日香想得这么坏 而且我们刚刚在潜行半天居然只是噩梦 下属 有勤的小船说捅就捅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说有跑步功能 可是我按着Shift都不能跑步 有勤勃跟指一样 发生什么事吗 或者是想要咨询 他居然说在派出所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吧 哪个警察会对于来报案的人说我们在别的地方聊天 因为在派出所你会比较紧张 你是真的警察吗 然后你就跟他去了 这游戏怎么全部都是怪人啊 What 可能被害了 给你我的电话号码 蛤 不行啊一定要打110啊 因为打派出所的号码是不会有记录 一定要打110才会有记录啊 里面每一个都是怪人 对啊这游戏里面 这样真的可以吗 好不然当然不行啊 是说不帮明日香解个封锁吗 当然是叫明日香来啊 怎么发生什么事了 诶解锁 最近我谁也相信不了 我知道这样很任性 你可以过来吗 我现在很怕 你还要直播 不要直播了吧 原来是因为封锁我所以以毒也没有显示 所以连以毒也没有显示完全没问题哦 今天碰巧等在你下班人还在附近我马上就过去 明日香对于自己被封锁还 蛮看得开的 原来是因为你封锁我啊 难怪我传讯息都没有已读 这里是哪里啊 我怎么在厕所里面 阿斯卡长 现好可以马上赶到 没事吧 又被跟踪了吗 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有点怕 你找警察了吗 算是有谈过了 之前封锁你真的很抱歉 不不不 你应该建议一下吧 现在任意乃的情况这么不稳定 还愿意来依靠我 我很高兴 我觉得其他萨兜应该要创在一个结局 是可以让明日香跟任意乃在一起 我看到明日香跟那个男人的照片 跟那个男人的照片 难道 难道是我在公寓外面被一个怪人搭话的时候吗 我就觉得那个人很可疑 果然那家伙就是你说的更中狂 那个人说请问 明明是他走来搭话的 但他什么都不说 我想离开的时候又被他拦住 所以我就问有什么事吗 我想看他要说什么 但他什么都不说 最后我就离开了 没有想到那个时候竟然被人拍下来 这个 蛮奇怪的 我该怎么做 待在你身边就可以了吗 嗯 麻烦你一辈子都待在我身边 交给我 虽然我想说不如暂停一下直播 但如果因此发生 我觉得应该暂停直播比较奇怪 早就该搬家了啦 你还要直播 哪里 可以不要直播吗 一定要直播 抱歉打断你的直播 可以听我说句话吗 冰箱里什么食物都没有 我去超超买些什么吧 叫Uber E啊 但我想要你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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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ticas 噢哦你还要在玩那个游戏 你还要去玩那个游戏 老师吃超伤会变胖哦 那个最爱人依赖根本就是跟踪狂吧 但是人依赖本人对此毫不在意 这个不是他们家附近吗 对啊 这不是他们家附近吗 然后观众明明有一千多人 结果只有五个人讲话 诶 这不是就他们家 不是吧 这里是 干嘛就是他家啊 而且那个最爱人依赖 主角的本名叫人依赖 但是他的 他VTuber的艺名是 叫什么什么 迁罗仁奈 只有那个最爱人依赖叫他的本名 这根本就是他们家公寓 小胖子 小胖子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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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一下 karoo mielo 对了 今天有点不舒服就到这里为止 你也破关了啦大大 就说不要再开那个游戏了 诶? 是什么? 是针孔画面 快 明日香 明日香 什么声音 明日香的电话银声 明日香的手机怎么会在阳台 被海报吓到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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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怪怪的 日本他们好像是为了要方便火灾来年的时候 逃生的关系 所以会有一道门是 可以从阳台通往隔壁邻居的阳台 我们没有不要调查的选项吗 他叫我们调查阳台诶 哦 好像整过去耶 明日香的电话怎么会在这里 蛤?你要直接进隔壁 隔壁洞吗? 說不定隔壁洞就會跟蹤狂住的地方啊 蛤? 我看戲喔 然後他現在不給我回去啦 他逼我進去 這個遊戲是 哇哦 欸? 欸? 跟蹤狂管就坐在他家隔壁 超多紙箱 就是這個房間 沒有住人就只是拿來監視主角而已 然後穿完主角的照片 就是去任何地方都偷拍 去超商、去咖啡廳啊 直播啊都偷拍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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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明日香怎麼在這裡? 明日香該不會是一出門就被綁進來了吧 咦? 馬上找警察 咦? 咦? 不是我這樣怎麼... 蛤? 怎麼有人在我家 我現在腳步變得非常的緩慢 終於可以跑了是不是 前面都不給跑 大大 這遊戲的奔跑根本就是騙人了 前面都不給跑 咦? 咦? 哎呀怎麼了 這麼匆匆忙忙的 回房間去吧好嗎 閉嘴 怎樣你們 請問發生什麼事了嗎 一個人外出很危險的喔 有什麼事可以... 不是你們一個一個都很奇怪 What the 他為什麼追過來啊 太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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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月16日 今月16日 SNSなどで活躍する女性配信者の自宅に 見知らぬ男が入り込んだ事件で 今日 主犯格の男など男女4人が逮捕されたことが 警察への取材で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 是か 何人が逮捕されたのは 主犯格で指示役の会社員 宮本力也容疑者 母親で不動産業を営む 宮本ゆき子容疑者 管理員根本就是前男友的媽媽 母親の弟弟でパートの白田佐吉尾容疑者 実行役の無職 あの家警察是他的叔叔 警察の調べでは 主犯格の宮本力也容疑者は 事件の5日前ほどから 元交際相手である被害者に 復縁を迫っていたと言い 力也容疑者は被害者に対して つきまといや盗撮 ストーカー行為のほか 悪臭容疑者に対し 被害者宅への侵入を指示した疑いが ほか3名には 力也容疑者の犯行に手を貸した疑いが それぞれかけられており 加えて白田容疑者には 自身を警察官と偽わって 被害者と接触していた疑いもかけられています これに対し 4人はおおむね容疑を認めている模様です 続いてのニュース 那我們剛剛如果被 如果跑去跟管理員 或是跟警察講話 不就死定了嗎 這是犯罪一條龍是不是 不是 前男友的媽媽 他跟叔叔為什麼要協助他犯罪啊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啊 還去顧用一個打工仔 那個戴帽子 那個打工仔 然後四個人一起來犯罪 到底是什麼犯罪家庭 阿斯卡じゃん 我們現在不能跟阿斯卡對話嗎 要做飯是不是 做飯給阿斯卡吃 好像很好吃 總覺得 我替仁依奈做馬鈴薯燉肉的日子 像是過了已經 你們兩個是不是有交往過 像是已經過了很久一樣 那些傢伙看來被抓到了 真是太好了 可是沒有想到 原來大家都是從火 犯罪一條龍 仁依奈你一定很痛苦 如果我可以早點察覺到的話 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明日香人是不是太好 明日香人會不會太好 他中間被仁依奈那樣誤會 還被封鎖 可是完全不在意 還很自責說 要是我能夠早點察覺就 就好了 仁依奈你要不要跟明日香結婚 我覺得 這個不結婚不能收尾了 才沒有這種事呢 多虧明日香我才能平安無事 謝謝你 真是的 快點搬走 離開這樣的房子吧 我是不是第一天就說 他們應該要搬走了 到現在才搬 小心不要重蹈覆測 話說回來 這個是什麼 叫紅色斗篷的遊戲 你不是說那個遊戲太難玩 一直通不咬關嗎 開發者好像推出了新的遊戲喔 叫做夜情事件 那個置物性行銷已經沒有在遮掩了 這遊戲沒有紅色斗篷那麼難 不會那麼容易死啦 聽說流程比較短 而且是和風恐怖類型 比較容易玩喔 好喔 好的好的 明日香你是收了幾大十二頭多少錢 要叫明日香來嗎 那這一次就不選明日香了 真的不聯絡嗎 是 雖然我覺得不管選誰都是壞結局 那就 隨便選一個警察好了 在有人來幫安之前得多好 不知道為什麼把忙寫成安 那款遊戲你還喜歡嗎 我超想見你 今天終於能見面了 那我們待會見了 我馬上就到你那裡去 要做好準備要給你一分鐘 什麼 怎麼辦 怎麼辦 這時候有沒有什麼武器可以拿 為什麼門這都打開 平底鍋 平底鍋 喔 等沒有菜刀嗎 居然沒有菜刀嗎 這個家 還有三十秒 菜刀在桌子底下 桌子底下 Fuck 來不及了吧 沒電了 沒電了 房間的桌子底下 為什麼 為什麼發生桌子底下有菜刀 為什麼發生桌子底下有菜刀 enseñ感到養蠻 他會走過來嗎? 蛤? 他們等一下 居然是沒有用的嗎? 拿什麼武器都沒有意義啦 又不是電子遊戲 作者是在自己吐槽自己是不是? 我們前面不就在夢裡面 用羅斯起子捅死跟蹤狂嗎? What? 好像是那個假警察 前男友拿菜刀來 幸好有李奇葉連夜趕來救我 之後聽我諮詢的警察告訴我 跟蹤狂已經被抓到了 那個男人是千羅仁耐的粉絲 因為每天都在看直播 而對我產生親切感 把我誤會成自己的情人 What? What? 我總算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子了 我前面不是才在吐槽說 為什麼所有人 要一起犯罪一條龍嗎? 原來是為了捏造一個假的跟蹤狂 雇用一個倒霉鬼 把他栽贓成跟蹤狂 然後再讓李奇葉來英雄救美 好讓他跟主角複合 明治鄉一定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封鎖 如果我說的話會讓你不開心 我很抱歉 可是這個一定要 我覺得一定要讓你看看這個 可以嗎? 是李奇葉 李奇葉在跟 喔 李奇葉在拿東西給那個 那個外套男 我如果一早就相信明日香的話 好 壞結局呢 先講一下好結局 好結局就是 最後我們發現 所謂的跟蹤狂都是 前男友跟前男友的媽媽 還有前男友的叔叔 還有一個被他們僱傭的打工仔 四個人聯手 自倒自演的一場騙局 最後就是這四個人被警方抓到 揭露這場騙局 然後主角跟明日香也重修就好 這是好結局 壞結局就是 我們沒有相信明日香 而去相信的其他那三個人 包括假的管理員 假警察 或者是前男友 只要打電話給這三個人 其中一個人呢 我們就會跟前男友附和 因為他們會栽贓說 那個打工仔是一個跟蹤狂 最後還 報警抓走那個跟蹤狂 也或許那個跟蹤狂 其實並沒有被報警抓走 只是 他們就把那個跟蹤狂打發走而已 就叫他不要再來跟蹤 就當成的是 跟蹤狂已經被警察抓走了 然後 前男友就可以名正言順地 扮演一場英雄救美 然後跟女主角附和 最後 女主角 收到明日香給她看的照片 才發現原來前男友 跟打工仔跟蹤狂是一夥的 才發現原來自己相信錯人了 就在這個時候 遊戲就告訴你 你選錯了喔 要不要重新再來呢 這方面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所以也就解釋 我一開始的疑惑 為什麼這 這一家四口要一起犯罪 到底是為什麼 原來是為了演出這一場 複合戲碼 演出一場很爛的英雄救美 讓女主角跟李奇諦這個變態 複合 但我覺得這種人 會想出這種戲碼 來要求跟你複合的人 真的是 蠻可怕的 所以就算女主角跟他複合 可能也不會有 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趕快離開他吧 趕快離開這個人 嗯 嗯 我覺得他們這次的遊戲還可以啦 一開始 蠻擔心的 但玩起來意外的還可以 然後 好結局跟壞結局的解釋 也蠻清楚的 甚至在我們選錯選項 進入快結局的時候 還可以讓我們 還可以有提示 然後讓我們馬上重來進行好結局 好結局 這一點我覺得蠻貼心 但是我覺得 他在遊戲裡面玩的那款遊戲 真的是太難玩了 垃圾遊戲 而且那種垃圾遊戲 玩一次不夠 還要你玩三次 我真的覺得 在玩那款遊戲的時候 好痛苦好痛苦 因為就很Python 操作又很爛 十分的 十分的懷疑 他故意叫玩家玩那款遊戲 玩三次是為了要拖玩家的時間 就我覺得那 那直播遊戲真的很難玩 還有 第一次歹徒入侵 在夢裡面要 躲歹徒 拿螺絲起子捅他的時候 我覺得那邊有點 不合算耶 我覺得那個地方 以一個 情形來說 情形遊戲來說 不是很好玩 基本上就是 因為他的腳步聲不明顯 你門關起來 就什麼都看不到 你只能聽那個腳步聲 啊不是很明顯 然後只要被他看到一臉 就死定了 你唯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是拿到螺絲起子之後 要躲在冰箱前面 只有那邊是安全的地方 然後你才可以 在他經過的時候捅他 那邊是安全的地方 結果結果最後面 真的有人入侵 我們想要如法炮製 還被吉拉斯阿朵 吐槽說 你以為這是電子遊戲嗎 哪有那麼好躲啊 我就想說 欸 那你想要吐槽 電子遊戲 恐怖遊戲 這個設定可以啊 那你前面為什麼 要讓我 讓我做一模一樣的事情了 你後面有心想要吐槽 這個設定 我覺得很棒 那前面為什麼 要讓玩家 經歷那一段 去玩那個 不是很好玩的 潛行遊戲呢 那是不是把前面 那一段都刪掉就好了 你自己都說那邊 只是做夢 那是不是那段 其實可以完全刪掉 所以我覺得那個夢呢 跟 玩那個垃圾遊戲的那三段 可以刪掉